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被侵犯過 可是當時的我並不懂事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表達 我只知道 我只記得 那個畫面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是爬著出來 哭著出來的 但我沒有告訴我爸爸媽媽 然後等到多年後 我們三個姊妹還有跟我爸媽 我們一起去旅遊的時候 在一個晚餐 我們竟然把真心聊了出來 我才發現原來我二姐大姐 被同一個人侵犯過 那我覺得就這件事情 我想要講的是 性教育有多重要 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孩子 保護自己如何勇敢的say no 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孩子 何謂尊重他人 我們要教育 這些純淨的靈魂 希望他們能夠保有善良 純真跟勇敢的態度 去面對這個不容易的人生 然後我們也常常 我自己常常也在反省我自己 我會不會有時候因為一個情緒 說的一句話或做的一件事情 傷害了某一個人 我卻不自己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事件裡面 我們都不要不小心成為了那個加害者 因為其實當事人都非常的痛苦 然後我覺得網路言論 網路暴力其實也是一種傷害 所以大家在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以用更理智的方法 然後去發言 然後不要不小心成為了那個加害者 然後用更多的體貼更多的善意去面對這個世界 這是我的感覺 這件事情的因應有持續到現在嗎 對你的因應 你現在回想起來就會覺得 小時候的自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 但這件事情我不會忘記 可是我知道我的人生不會因為就此中間 其實人生還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等著我們去發現 等著我們去感受 而且這個事實上還是有很多很善良的人 對我們 我自己個性是 我相信人心是 是善良 是好的 然後有一句話說 聰明是天性 但善良是一種選擇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 選擇做一個善良有愛的人 在我們選擇按下 按線發言之前 是不是再仔細的思考一下 這句話可能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所以艾拉你有看到圓圓跟大雅 就是他們寫的東西嗎 我其實沒有去細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 最近的事件真的太多了 然後我也沒有辦法針對 任何一個人物或者一個事件 去做任何的評斷 那你會鼓勵這些就是 今天受到傷害的人 像這樣說 即使過了這麼久 你可能說是他們當成傷害 我覺得就是 我剛剛說的勇敢的 不管是在當下或在多年後 我都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為什麼這個事情 要在這麼多年後 被拿出來討論 也許這是我們的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 開始去改變這樣子的生態 那有個影片 是針對Selina 跟黑人在節目上 最對的 這個我就不再多說了 我覺得我 我已經把我想說的 該說的都說完了 這個問題我就回答到這裡 謝謝大家 沒問題 我也不都有一點 已經不 mind 好了 asta 怎麼會想說 你不是很難